我老公三年前买了个房子 净亏三十万赶紧处理掉 我的天哪 去迪拜买房的时候呢 就发了一期视频说 我老公在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买了一个房子 花了一百万人笔 现在净亏三十万 就是折价赶紧出手 就是因为我们赶快资金链要回笼 那很多人就猜是中山坦州 确实是这个地方 你们猜得非常的准 因为其实坦州当时的规划是很好的 因为和香港那边的话 港珠澳大脚一通车的话 很多香港买不起房子的人 都来坦州这边去居住 可以让香港人来到大陆 拥有非常便利和便宜的生活质量 所以当时一说 那个港珠澳大脚要通车的时候 整个坦州和珠海的房子 整个跳转中的跳转 然后两三倍狂涨不止 那我们现在也是低于市场价 十几万人民币的价钱 把它卖掉 就是市场价差不多是在八十多万 我们七十万人民币 就把它净收益去出手了 因为我们这拿到了七十万人民币的话 其实可以在泰国的巴蒂亚 就是我们现在常住的城市 买两套半的公寓 而且永久产权没有供摊 而且回报率达到6% 我现在的这套房子 租金大概是一个月 是1500 然后我们在巴蒂亚的公寓 就24个平方 一个月租金是2000 就是这个回报率 怎么算怎么不对 赶紧把它就是变现 把资金链回笼一下了 有道理 而且就算是我把这七十万 放到我迪拜的房子里面 就放个两三年 总价就可以翻一倍 而且哪怕到时候 就是变成了现房出租的话 也有回报率八个点 所以不管是迪拜还是泰国的话 我们都可以让它的那个前身 前的速度会更快 可是放在中山 或者放在国内的话 就加油了 我不是说中山不难买 不是说坦州这个城市不好 其实这个城市非常好 非常的舒服 非常适合养老 就是说你这个钱 是要自己住的话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你买得过 因为现在的房价非常的低 已经到了腰斩 就是谷底中的谷底 你现在不买的话 可能以后又难上售了 但如果你是要资金链回笼的话 你就是千万在近几年类 你可能就是不要想 它能够涨回去到原来最高点了 因为1617年的时候 真的是那个风炒的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 就是割肉腰斩了 那如果你是现在 如果想投资的话 其实你真的可以问问童言 因为我是真的是血泪式 太残暴了